兄弟们 不知不觉虎哥在华强北这个市场已经营业了两个多月了 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赛格的一个头部商家 你有病 从开始我们进来这个区域这个五楼也是刚整改了一个3C数码配件 从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就一两家 现在来看一下 一整条全是我们的广告 我们的招牌我们的广告 同时我们这一条线现在也因为虎哥是头部商家说真的 头部商家的责任还是蛮大的 然后来了很多街道办的领导过来参观我们的办公区 跟我们的店铺我们卖的产品 同时来自关外国内的一些赛格市场的工作人员 跟一些领导也来参观我们这边 也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支持 在此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虎哥的支持 另外你看一下 这些也是我的朋友 同时这边也是我们的朋友 因为虎哥在华强北说真的 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力 然后虎哥来到赛格广场 也拍了这么多视频 也是很多市场的同行朋友看到 虎哥怎么敢在赛格医生投资那么多 也通过虎哥来到赛格广场 包括这些 也是做一些山西数码配件 这些都是一些认识的朋友 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在这边做了两三个月 整体的效果跟客户资源的话 还是可以也是通过虎哥这边带动了整个赛格五楼这个市场 很多人都在财势虎哥为什么会选择赛格这个市场呢 说真的我们也是经过华强北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 然后分析了赛格 说真的整个华强北现在流量最好做弊端的外贸客户都会在赛格这边换市场 所以我们前面就主要做一些零售 引流领一些客户 如果是B端客户的话我们会引到这里来 我们这里你看我们主要是做的是外贸产品 我们不针对零售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不打零售 赛格他的平均日流量的话可以达到两到三万的流量 所以虎哥相信这个赛格这一条 视频是完全是给赛格打打广告 同时虎哥也需要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市场有更多的商机数码配件进来 然后一起把这个市场 营造的更好然后虎哥主要做的是服务中小B端的一些 外贸客户 或者批发零售这些 我们也给周边市场一些做零售的铺一些 防疫机其他创意的产品我们做现货做库存 然后提供给他们送货上门 让他们去卖帮我们代销 所以大家有这方面资源跟想要了解外贸产品 或者是做外贸 或者国外一些发振发销 想要合作 这些创意的产品欢迎跟虎哥交流